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未能影响台湾选举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台湾选举赖清德为总统 中国称其为危险的选择 在中国删除农民工电影引发愤怒 台湾选举最新消息 胜利的赖清德誓言维护台湾海峡和平 台湾选民无视中国的警告 将执政党连续第三次获得历史性的总统选举胜利 请大家收看 中国未能影响台湾选举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纽约时报 根据法新社引述欧盟声明说 欧盟欢迎周六举行的台湾选举 并对所有参与民主实践的选民表示恭喜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在声明中说 欧盟仍对台湾海峡日益紧张的局势感到担忧 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他还说 欧盟强调 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肖美琴在本届台湾总统选举中胜出 当选新一任台湾正副总统 台湾选举了支持独立于中国的赖清德作为下一任领导人 这一举动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打击 他曾承诺要统一台湾和中国 在选举活动期间中国官员警告称投票给赖清德就是投票支持战争 然而台湾选民无视了这些警告 中国一直试图通过虚假信息 威胁和经济激励来操纵台湾的政治 他还在该地区增加了军事演习 中国战斗机、无人机和舰船几乎每天都在接近台湾 人们担心中国核实台湾为全球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美国可能会卷入冲突 然而人们希望中国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宣布选举胜利并退回对抗 台湾正在专注于扩大其半导体产业 并与东南亚和欧洲建立联系 台湾选举赖清德为总统 中国称其为危险的选择 华盛顿邮报 来自2020年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已当选为这个自治岛屿的总统 赖清德是民进党维持与中国和平关系的主要倡导者 他承诺将与美国密切合作 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北京经常威胁说 如果台湾正式拒绝统一 他们将动用武力控制该岛 赖清德的总统任期将根据他如何应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并防止该地区发生重大危机来评判 赖清德承诺将通过加强 与美国和其他友好民主国家的联系 来确保台湾的全球地位 他希望保护政治免受干涉 继续军事改革 并保护经济免受胁迫 赖清德敦促北京重新考虑其施压策略 但他对中国的意图没有幻想 北京明确表示不喜欢赖清德 称他为分裂分子 并警告他的总统任期将给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危险 在中国删除农民工电影引发愤怒 日经亚洲 一部名为这样干了30年的短纪录片 揭示了中国辛苦的农民工生活 已经从中国的音视频平台 Bilibili和微博上下架 这部由网易新闻发布的影片 在网上引发了愤怒 被认为是北京清除批评性在线内容的一部分 这部纪录片追踪了合肥省的年迈农民工 在困难的房地产市场中努力找到工作 并揭示了中国三亿农民工面临的挑战 台湾选举最新消息 胜利的赖清德誓言维护台湾海峡和平 日经亚洲 赖清德 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民进党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肖美琴以558万多票胜选 赖清德在国际记者会表示 作为2024世界大选年最瞩目的第一场大选 台湾缔造了民主阵营的第一场胜利 他将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期盼两岸回到健康有序交流 他说中国也有责任促进两岸稳定发展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DPP第三次连任 赢得了该国的总统选举 候选人赖清德在计票初期取得了领先 并在整个晚上保持了领先地位 赖清德赞扬了前任蔡英文总统 在稳定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方面的表现 并承诺以一种能够使与中国的关系 恢复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式处理两岸事务 这次选举被视为台湾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 北京方面要求统一 并公开试图恐吓台湾 预计投票率约为69% 低于2020年前一次选举的74.9% 中国密切关注这次选举 将台湾视为需要与大陆统一的一个分裂省份 中国政府的官方观点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然而台湾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国家 拥有自己的政府 军队和外交政策 选举结果可能对台湾与中国 以及与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台湾 并在近年来 加强了与该岛的军事和经济联系 然而中国一直在加大努力 试图在外交上孤立台湾 并增加对该岛的经济压力 以迫使其接受其一个中国原则 选举结果可能被视为 中国将台湾纳入其控制范围的努力受挫 台湾选民无视中国的警告 将执政党连续第三次 获得历史性的总统选举胜利 CNN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DPP 赢得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连任总统选举 台湾现任副总统赖清德 在周六晚上宣布胜利 而他的两个主要反对派对手 都承认了失败 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打击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对这个自治岛屿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民进党强调台湾不属于中国共产党 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其2350万人民决定 在周六的选举前 北京警告台湾选民做出正确的选择 并认识到赖清德引发两岸对抗和冲突的极端威胁 赖清德在竞选中强调了 捍卫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的重要性 赖清德连续第三次赢得执政党民进党 在台湾总统选举中的胜利 日经亚洲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在1月11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延长了他们在历史上第三个任期的执政时间 预计赖清德将继续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政策 并与中国保持现状 尽管民进党声称中国试图干预选举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 赖清德支持台独可能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但他承诺将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并继续加强与美国的联系 红海袭击和加沙战争将主导王毅的非洲之行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访问埃及 突尼斯 多哥和科特迪瓦 这是中国外长首次对非洲进行海外访问30年传统的一部分 中东危机 非洲之脚问题 以及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 预计将在访问期间主导讨论 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及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国重要的地缘战略伙伴 埃及和卡塔尔在调节以色列 加沙冲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位 中国提供了表达对开罗努力的兴趣和支持的机会 中方希望支持埃及等地区大国 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除埃及外 突尼斯也是中国的重要国家 此次访问恰逢突尼斯建交60周年 向亚海岸被视为通往非洲的门户 中国在那里的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预计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 将在访问科特迪瓦和多哥期间进行讨论 更新一拜登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雅虎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美国不支持台湾的独立 这是对台湾选举结果的回应 执政党民进党获得第三个任期 并承诺在寻求对话的同时对抗北京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 而美国是其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军火供应商 拜登政府表示担忧选举和政权交接 可能会加剧与北京的冲突 为什么气垫船可能会再次兴起 BBC 气垫船是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很受欢迎 但因噪音和环境问题 而逐渐不受青睐的交通工具 但现在可能会卷土重来 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链上升 意味着在不破坏脆弱生态系统的情况下 能够在水上和陆地上运输人员的能力 变得越来越重要 此外 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气垫船 现在可以更加安静和燃油效率更高 中国 俄罗斯和加拿大已经有客运气垫船服务 并计划在2024年 在日本推出第二个全年运营的服务 Griffen Harborwork和Neateri Covercraft等制造商 正在建造新的更安静 更燃油效率更高的气垫船模型 用于军事用途 个人使用和赛车等各种目的 美国的Texpron造船厂 也正在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建造一支新一代气垫船舰队 气垫船的未来 可能涉及全电动和轻动力模型的开发 北京对德国部长无端批评南海问题 表示不满 南华早报 中国指责德国外交部长安纳利纳·贝尔伯克 对中国在南海行动的无端指责 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 中国与菲律宾之间最近的海上事件 并非由中国引起 中国致力于通过对话和磋商 妥善处理与菲律宾的争议 贝尔伯克在最近访问菲律宾期间表示 中国威胁航行自由 争议是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关注的问题 东京迪士尼运营商旨在将公园扩建转化为金钱 日经亚洲 东京迪士尼海洋的经营者 东京迪士尼乐园公司正准备退出高级门票 以迎接其最新扩建项目幻想之权的开放 该项目预计将于6月开放 高级门票的价格在22,900日元至25,900日元 约合208至236美元之间 将为入住幻想之权酒店的客人 提供对新区域景点的优先访问权 虽然新区域预计将增加收入 但由于劳动力短缺 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可能会侵蚀利润 东京迪士尼乐园公司的股票 目前的市盈率约为80倍 是该公司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中国共产党对有关台湾选举的讨论进行了压制 彭博社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限制了关于台湾选举的互联网讨论 表明政府对民主进程的不赞成 一个关于选举的话题标签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成为热门 但搜索台湾选举返回了一则通知 称内容未按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显示 台湾的总统选举 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密切关注 因为它与中国的一党制 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并在最近几天对其主张发表了强烈言论 特斯拉在电动汽车寒冬来临时 受到了940亿美元的现实打击 彭博社 特斯拉股票在仅仅两周内 失去了超过940亿美元的市值 以其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表现 开始了2024年 此次下跌是在该公司受到负面消息的打击后发生的 包括赫兹全球控股公司减少其电动汽车订单 中国制造的汽车进一步降价 劳动力成本上升 以及电动汽车需求增长放缓 特别是在美国市场 该公司的利润率也受到了降价的侵蚀 并面临着提高美国工厂工人工资的压力 台湾当选总统赖将面临中国的愤怒 雅虎 台湾新当选总统赖清德将于5月上任 面临着应对中国的愤怒的监局任务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多次谴责赖清德是分裂主义者 然而 赖清德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现状 并呼吁与中国友好相处 并承诺与北京进行对话 然而 北京却将赖清德视为分裂主义者和麻烦制造者 Costco的人群减少 但香港人仍然热衷于在深圳购买便宜货 南华早报 香港购物者纷纷涌向Costco 在深圳开设的新大型商店 抢购行李箱 玩具 食品和服装等大宗商品的廉价优惠 客户表示 整体购物体验和较低的价格 会鼓励他们再次光顾 一些最受欢迎的食品 包括草莓 樱桃 鸡蛋 虾 鲑鱼 和黄油羊角面包 购物者还囤积了液体洗涤剂 和衣服等日常用品 Costco在深圳的新店 是其在中国南方的第一家门店 也是其在大陆的第六家门店 深圳的批量购买商店 因其提供的廉价交易 而在香港消费者中越来越受欢迎 港元对人民币走强也使得在内地购物更具吸引力 随着投资者对利率上升的担忧减轻 日本股市出现了反弹 金融时报 随着投资者对日本银行近期加息的可能性不予重视 日本股市达到了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日经225指数 今年迄今以上涨6.3% 而以市值为基础的TopX指数上涨了5.4% 这与自年初以来 基本持平的华尔街标普500指数 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形成了对比 台湾选举最新消息 投票结束后 初步结果开始出现 日经亚洲 台湾的选举被视为这个自治民主国家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因为中国要求统一和公然的恐吓行为的阴影下 执政的民进党的赖清德 对阵国民党的侯友宜 和新兴民粹主义的台湾民众党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投票从早上8点开始 下午4点结束 当地时间 投票区的初步计票结果很快就开始出来 最终结果可能在周六晚上后才能知道 中国军队反腐败机构 被要求审查关键少数权力高层官员 南华早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的高级指挥官何卫东将军 呼吁加强对权力官员的纪律和监督 以根除军队中的腐败问题 此举是在对军事装备采购进行全面调查之际 也是继上个月 有9名解放军将军被撤销国家最高立法机构职务之后 何将军强调了中央军委纪律检察委员会 在军队中保持政治忠诚 和对习近平主席的支持方面的必要性 台湾举行选举全球经济面临什么风险 CNN 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备受关注 因为该岛对全球商业和贸易 特别是半导体行业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侵略行为有所增加 习近平主席表示北京计划将台湾统一到中国 领先的选举候选人赖清德来自民进党 他因过去支持台独言论而不受中国官员的喜欢 如果赖清德当选 预计中国将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或经济压力 这可能包括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或对这个依赖贸易的岛屿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 去年台湾35%的出口都流向中国 2023年 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805亿美元 台湾制造了全球60%以上的芯片和90%以上的最先进芯片 中国从台湾进口电子元件组装后在全球出口成品 分析人士认为 除非发生重大升级 如全链封锁 否则中国的行动不太可能从根本上 威胁台湾的自治权或经济增长 胡塞武装对船只的袭击干扰了全球贸易 德国之声 自2023年10月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以来 胡塞叛军得到伊朗支持 一直在红海地区袭击货船 因此 许多航运公司选择绕过非洲南端的较长航线 而不是冒险在红海地区遭受袭击 这显著减少了通过红海运输的货物量 对全球贸易产生了影响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报告称 2023年12月 通过红海运输的集装箱数量 几乎比正常水平低了70% 绕过好望角的较长航线 将运输时间延长了最多20天 导致德国和欧盟的贸易数据下降 德国传东协会估计 每个月的额外成本达数千万欧元 尽管市场参与者 已经从以前的危机中吸取了教训 并做好了更好的准备 但在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期间 情况可能会恶化 因为中国的工厂关闭 客户无法按时将货物送回中国 原因是船只改道 2024年达沃斯论坛 加沙 乌克兰和人工智能成为焦点 德国之声 本周将在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 WEF年会 预计将有超过2800名与会者参加 今年会议的主题是重建信任 以应对社会和国家之间信任的侵蚀 议程上的关键议题包括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 人工智能的影响 全球债务危机以及全球经济状况 非洲领导人还将重点关注 在非洲建立信任 将其打造成未来机遇的中心 新西兰前总理亚辛达 阿德恩与长期伴侣结婚 CNN 新西兰前总理亚辛达 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于周六与他的长期伴侣克拉克 代夫德 Krake Gafford 在私人仪式上结婚 这对夫妇 此前因COVID-19限制 取消了他们的婚礼 阿德恩在担任总理期间 成为了左倾政治和女性领导的全球偶像 婚礼在Crabby Ranch酒庄举行 大约有50到75名嘉宾出席 包括阿德恩的继任者 阿德恩过去六个月 一直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 不是外星人 毕鲁官员称 两个被查获的娃娃状人物 含有纸 金属 南华早报 毕鲁的法医专家证实 去年海关当局查获的 两个洋娃娃般的人物 和一只据称是三指的手 并不像一些人推测的那样 起源于外星人 专家透露 这些物品是用纸 胶水 金属 以及人和动物的骨头制成的 他们表示 这些娃娃是用地球上动物的骨头 和现代合成胶水组装而成的 排除了与前西班牙时代 或外星起源的任何联系 这些物品原本打算运往墨西哥 但所有者尚未确定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 首先 中国未能影响台湾选举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选为新一任台湾总统 这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 是一个打击 中国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 操纵台湾的政治 但台湾选民无视了中国的警告 坚定地选择了支持独立的赖清德 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 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但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对话和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 接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删除了一部关于农民工生活的纪录片 这引发了愤怒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于批评性内容的压制 并不赢得人民的支持 这也说明 中国社会对于关注农民工权益的声音越来越高 此外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访问非洲 并将讨论中东危机 非洲之脚问题以及胡塞武装对船只的袭击等议题 中国对非洲的关注越来越多 这也是中国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 在其他新闻中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不支持台湾的独立 这是对台湾选举结果的回应 这可能会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但我们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分歧 此外 气垫船可能会再次兴起 随着海平面上升和技术的进步 气垫船现在比以前更加安静和环保 可能成为解决水上交通问题的一种新选择 最后 我们看到中国对德国外交部长的批评表示不满 这说明中国对于外界对其南海行动的批评并不接受 中国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得到更多的支持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我是六博士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留言和我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大学比拼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一牛排之城学府烹饪对决 康奈尔大学 PK纽约州立大学 二五星红旗下学府理工争锋 上海交通大学 PK同济大学 三意大利面学府美食辩论 罗马大学 PK伯洛尼亚大学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牛排之城学府烹饪对决 康奈尔大学 PK纽约州立大学 各位韬客与美食评鉴家 今天我们将要见证一场 史无前例的美食对决 这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 更是智慧与创意的较量 在这里 我们有两所学府 一所是康奈尔大学 这个长春藤盟校 不仅在学术上声名远播 在烹饪界也有其独特的地位 另一所则是纽约州立大学 以其创新和实惠著称 它的厨艺同样不容小觑 今天 他们将在牛排之城 进行一场烹饪对决 让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康奈尔大学的代表队 他们不仅拥有 食品科学的专业知识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康奈尔大学的酒店管理学院 这些学生不仅学会了 如何经营酒店 还精通如何在餐厅中 提供顶级的美食体验 他们的牛排料理 肯定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热量 营养均衡 并且搭配上 完美的酱汁和葡萄酒 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 极致挑逗 转向纽约州立大学的厨师们 他们可能没有 康奈尔的光鲜背景 但他们有的是创意和实验精神 这些厨师们 可能会给你 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比如用当地特色的啤酒 来腌牛排 或者在牛排上 撒上一些纽约州著名的苹果酱 这种大胆的创新绝对 能让评审眼前一亮 当然 这场对决不仅仅是技术的比拼 还有一场策略的较量 康奈尔的厨师们 可能会利用他们的食品 科学知识来精确控制 烹饪时间和温度 确保每一片牛排 都达到完美的熟度 而纽约州立大学的厨师们 则可能会选择在最后一刻 加入一些意想不到的元素 以此来搅乱对手的节奏 最终 无论是康奈尔的精确科学 还是纽约州立的创意无限 这场牛排之城学府烹饪对决 肯定会让所有观众大饱口福 而我们 作为旁观者 最大的享受 莫过于看住这些年青厨师们 挥洒汗水 将他们的知识和热情转化 为一道道令人垂涎的美食 让我们拿起餐巾 预备好品尝 这场美食界的奥林匹克盛事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五星红旗下学府理工争锋 上海交通大学 PK同级大学 各位亲爱的知识探索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两颗在五星红旗下 闪耀着独特光芒的学术明珠 上海交通大学与同级大学 这场理工界的邻里大战 不仅仅是学术竞赛 更是两所学府精神的较量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场精彩的 PK专业对抗吧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上海交通大学 简称交大 这所学校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896年 比许多家庭的老祖宗 还要年长 交大以其严谨的学风 和卓越的科研城 就闻名于世 尤其是在工程技术领域 这里培养出了 无数的科学家 企业家 甚至包括中国的 两位前国家主席 可以说 交大不仅是学术的摇篮 也是领导力的温床 而同济大学 则是一所始建于 1907年的综合性大学 虽然比交大晚了11年 但在某些领域 它可是丝毫不逊色 同济以其工程教育 和建筑学科文明 尤其是土木工程 堪称是中国 乃至世界的顶尖学府 同济的校园里 不仅学术分为浓厚 而且还有著浓郁的国际风情 毕竟它的名字同济 就是德文同行的意思 像指著中德两国的友好合作 当这两所学府 在上海这片热土上相遇 就像是两条科技与创新的巨龙 在五星红旗的印照下 你追我赶 争锋相对 交大的学生们会说 我们有罪将的功课和AI研究 而同济的学生则会反驳 那又如何 我们的建筑和设计 可是世界之名 这样的辩论 不仅在学术界引起波澜 甚至在校级运动会上 也能看到两校学生的火热竞争 但说到底 这场PK更多的是一种友好的竞争 一种互相激励 共同进步的精神 在这场理工争锋中 不仅仅是学术成就在较量 更重要的是两所学府 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无论是交大的求是创新 还是同济的严谨之学 都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财富 最后 不管是上海交通大学 还是同济大学 他们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优秀学府 在这场PK中 不论谁是胜者 最终的赢家 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 因为这两所学校 都在为世界培养住 未来的领袖和创新者 所以 让我们以一种幽默和欣赏的眼光 看待这场学府间的友好竞争 并期待 他们继续为人类的进步贡献力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意大利面学府美食辩论 罗马大学 PK 各位美食爱好者 意大利面狂热粉丝 以及那些偶尔迷路在厨房里的灵魂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场史诗集的美食辩论 罗马大学与 波罗尼亚大学的 意大利面对决 首先 让我们来到了 风情万重的罗马 这里不仅有古罗马帝国的遗迹 还有让人垂涎三尺的 经典罗马 意大利面 罗马大学的代表们自信满满 他们拿出了自家的重磅炸弹 Carbonara 卡邦尼 意大利面 这道菜的秘密武器是 蛋黄 烟熏培根 或猪夹肉 帕马森起司 和一点点黑胡椒 这不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场味蕾上的革命 而在另一边 波罗尼亚大学的学者 们则是带住他们的招牌菜 Bolognese 肉酱意大利面 出战 这道菜 以其浓郁的肉酱文明 主要由牛肉 番茄 洋葱 胡萝卜 芹菜和一些不可告人的香料 混合而成 在波罗尼亚 他们会告诉你 真正的Bolognese 是要与宽阔的Tel et Tel 意大利宽面条 搭配 而不是Spaghetti 意大利细面条 这可是大忌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这场辩论的亮点 罗马大学的代表 首先开火 亲爱的波罗尼亚同僚 你们的肉酱固然美味 但他需要煮上好几个小时 这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 实在是太不实际了 而我们的Carbonara 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 简单快捷又美味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艺术 波罗尼亚大学的代表 则不甘示弱 哦 亲爱的罗马朋友 你们的Carbonara 虽然快速 但在我们看来 它就像是快餐 快是快了 但哪有我们Bolognese的深度 和复杂性 一道好的肉酱 就像是一本好书 需要慢慢品味 慢慢领悟 辩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双方各执一词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不论是Carbonara 还是Bolognese 它们都是意大利面的杰作 代表了意大利丰富的饮食文化 和对美食的热爱 最后 我们的辩论 以一场盛大的 意大利面宴会告终 参与者们一边品尝住 这两道经典菜肴 一边讨论住各自的优点 毕竟 不管是罗马的Carbonara 还是波罗尼亚的Bolognese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能够让人们团聚在一起 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 而这或许才是 这场辩论最美妙的结局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见证了 三场精彩的学府对决 从牛排之城的烹饪对决 到理工界的科技争锋 再到意大利面的美食辩论 这些对决 不仅是一场场的比赛 更是一场场的展示和竞争 我们看到了康奈尔大学 和纽约州立大学的厨艺绝火 看到了上海交通大学 和同济大学的科技创新 看到了罗马大学 和博洛尼亚大学的 意大利面传承 这些对决 不仅仅是技术和知识的较量 更是学府间的友好竞争 和共同进步 每一所学府 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优势 而这些特点和优势 正是它们为人类社会 做出贡献的基石 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 来看待这些对决 欣赏学府间的友好竞争 并且期待它们 能够继续为世界的进步 和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 我想要邀请各位观众 也加入到这个讨论中来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学府的表现 有什么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学府间的竞争和合作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期待与你们下一次的相聚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职场达人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职场匿境 探保生殖的地图 二薪资农场 种植金钱树的秘诀 三社交料理店 调和人际关系的食谱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 说说职场秘境 探保生殖的地图 各位职场冒险者 欢迎来到这场探寻职场秘境的奇妙之旅 我是那位研究古今职场文明的教授 今天我将以一种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为你们揭开生殖宝藏图的神秘面纱 首先让我们打开 这张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感的地图 你会发现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 而是一张充满了隐喻和象征的职场生涯图 在这张地图上 有许多标记着不同挑战和机遇的地点 而你的目标是找到那个传说中的升值之巅 一 沟通之谷 在这个地方 你需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沟通技巧 沟通之谷是一个回声很强的地方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放大 因此 学会清晰 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是至关重要的 记住 这里的怪兽是误解和假设 只有用精确的语言和积极的倾听 才能战胜它们 二 团队森林 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 你将学会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这里居住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代表着不同的性格和工作风格 要想穿越这片森林 你需要学会如何与不同的队友合作 发挥每个人的长处 共同克服障碍 三 时间沙漠 在这片无尽的沙漠中 时间资源稀缺 你必须学会时间管理 这里的沙丘会不断变化 就像不断变化的工作任务一样 掌握时间管理的技巧 就像拥有一张沙漠中的藏宝图 能帮助你有效地分配精力和注意力 找到最快的路线前进 四 创新之岛 这是一片孤立的岛屿 只有那些勇于创新 和尝试新事物的人才能到达 在这里 你需要抛弃旧的思维模式 勇敢地尝试新的方法和策略 岛上的宝藏 是新思想和创新解决方案 它们是生殖路上 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五 领导力高地 这是地图上最高的地方 也是最难攀登的 在这里 你需要展现出领导力 不仅要管理好自己 还要激励和引导他人 高地上的空气稀薄 代表着领导者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但是 一旦你站在顶峰 你将拥有广阔的视野 和无与伦比的成就感 在这张地图上 还有许多其他的秘密地点 和隐蔽的路径 等待着聪明而勇敢的探险者去发现 记住 职场不是一场 速战速决的冲刺 而是一场 需要智慧和耐心的马拉松 最后 不要忘了 每个人的地图 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的生殖之路 可能会与他人不同 但只要你坚持不懈 勇敢探索 你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 祝你好运 职场冒险者们 愿你们都能找到 自己的生殖之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薪资农场 种植金钱树的秘诀 各位朋友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薪资农场 种植金钱树的秘诀 首先 我得声明 如果你真的相信 在后院种下一棵树 然后 它会长出纸壁当果实 那么我得说 这种树脂存在于童话和我们的幻想中 但是 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探索 以下这个比喻背后的真实含义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 发现一些真正的 种植技巧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农场 在这个农场里 我们不是种植玉米或小麦 而是种植我们的职业生涯和财务前景 这个薪资农场的金钱树实际上 是我们的技能 知识和经验 每一次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都像是在给这棵树浇水 是非 让它茁壮成长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种植金钱树的秘诀 一选择合适的土壤 你的职业环境 就像是土壤 它需要富含资源和机会 选择一个能够让你的技能核 才能得到最好发展的行业和公司 二 种下正确的种子 你的职业兴趣和激情就是种子 选择一个你真正热爱的领域 这样你才能在艰难时期坚持下去 三 勤于浇水 持续学习和提升自己 在知识经济时代 不断更新的技能和知识 就是你浇在金钱树上的水 四 食以充足的肥料 建立人际网络和关系 在职场上 你的人脉就像是肥料 能够帮助你的事业生长得更快更好 五 修剪之夜 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调整方向 有时候 去掉一些不再有用的技能或者习惯 可以让你的金钱树生长得更健康 六 防止病虫害 学会管理财务和避免不必要的债务 金融问题就像是病虫害 能够迅速摧毁你辛苦种植的成果 七 耐心等待收获 成功往往需要时间 就像树木一样 你的职业和财务成长需要时间来孕育和成熟 最后 记住 虽然我们不能真的种出涨满钞票的树 但通过智慧和努力 我们可以培养出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职业生涯 所以 穿上你的园艺手套 拿起你的知识锄头 让我们一起在薪资农场上耕耘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社交料理店 调和人际关系的食谱 好吧 各位饕贴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些在人际关系的大熔炉中 调味 烹饪 上菜的神秘场所 社交料理店 这里不仅仅是食物的集散地 更是人情世故的烹饪客堂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社交料理店的基本概念 这些地方 就像是一本活生生的食谱 每一道菜都是一段关系的缩影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各样的食材 有甜如蜜糖的新朋友 也有酸的让人眼泪汪汪的老对手 有时候还会不小心尝到一些苦涩的经历 或是意外地品尝到带点辣味的八卦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社交料理店里的几道特色菜 一 招牌微笑沙拉 这道菜是每个社交场合的开胃菜 一份好的微笑沙拉 需要真诚的眼神和温暖的言辞作为调料 搭配适量的兴趣和关注 保证能让你的社交开局赢得满满好感 二 握手揉面包 这是一种基础的社交技巧 就像是面包师傅揉面一样 需要适度的力度和温度 握得太紧 可能会让人觉得 你像是个想要证明自己握力王的怪人 握得太轻 则可能显得不够诚恳 所以 揉出一块既不塌陷也不生硬的面包 是社交料理的必修课 三里共情烤鱼 这道菜要求你得有洞察他人情感的火眼金金 在烤鱼的过程中 你需要不断调整火力 确保不会因为自己的疏忽让对方感到不适 一条烤得恰到好处的共情鱼 能让你在社交的海洋中畅游无阻 四 幽默调味机 幽默是社交料理中的万能调味品 但是使用得当与否 全看厨师的火候 一点点 幽默能让整道菜活跃起来 但是过量了 就可能变成一场灾难 记住 幽默调味机 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的 它需要你对场合 时机和对象的敏感把握 五 真诚炖汤 这是一道慢火慢炖的经典菜肴 真诚炖汤需要时间和耐心 你得一点一滴的将自己的真心投入其中 这道汤可能不是最抢眼的 但它的滋味能在人心中久久回荡 六 信任烘焙蛋糕 信任是一种需要精心培养的成分 就像烘焙蛋糕一样 需要精确的配比和温度控制 一旦信任蛋糕在烘焙过程中塌陷 那么重新烘焙的难度可就大了 在社交料理店里 每个人都是厨师 也都是食客 我们在这里学习如何调配情感 如何烹饪对话 如何上菜建立关系 记住 每一次社交都是一次烹饪的机会 而你的作品 就是你留给他人的味道记忆 所以 下次当你走进这家无形的社交料理店时 不妨想想你 今天想要烹饪什么样的人际关系食谱 是一顿轻松愉快的下午茶 还是一场丰盛的晚宴 无论如何 记得总是用心去烹饪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料理 可能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 怎样不可思议的滋味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职场逆境 薪资农场和社交料理店 这三个令人兴奋的话题 通过这些幽默的比喻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职场生涯 财务管理和人际关系 在职场中 沟通技巧 团队合作 时间管理 创新思维和领导力 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重要技能 每个人的地图都不一样 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勇敢探索 我们都有机会 找到自己的生殖之巅 在财务管理方面 我们需要像种植金钱树一样 耐心 智慧地培养我们的职业生涯 和财务前景 选择合适的土壤 种下正确的种子 勤于胶水 施以充足的肥料 修剪汁液 防治病虫害 最后耐心等待收获 我们就能在新资农场上 种植出丰富的回报 在人际关系方面 社交料理店 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招牌微笑沙拉 握手揉面包 共情烤鱼 幽默调味机 真成炖汤 和信任烘焙蛋糕 都是调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技巧 通过用心去烹饪 我们可以在社交中 留下美好的回忆 和深刻的印象 最后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职场 财务和人际关系的比喻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又是如何在职场 财务和人际关系中 应用这些技巧的呢 请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见解和经验 我期待着与你们的互动和讨论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个人理财必知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灵钱滚雪球 巨杀成塔的奇迹 二 信用卡的双刃剑 智慧使用的艺术 三 退休筹码堆 搭建未来的乐高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 说说灵钱滚雪球 巨杀成塔的奇迹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个 被无数金融规划 侍奉为圣经的故事 灵钱滚雪球 巨杀成塔的奇迹 想象一下 你每天在口袋里 找到一些灵钱 可能是几枚硬币 你决定把它们 投入一个巨大的 透明玻璃瓶里 开始的时候 这些硬币在瓶底 只能形成一个 薄薄的层次 看起来微不足道 甚至有点可怜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硬币 开始堆积 慢慢的 它们开始形成小小的堆 然后是小山丘 最终 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 某一天 那个瓶子满了 这就是巨杀成塔的奇迹 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小了积累的力量 但是 这还不是全部 让我们把这个故事 变得更有趣一些 加入一点魔法 复理 想象一下 你的灵钱 不仅仅是静静地 躺在那个玻璃瓶里 而是像鬼雪球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开始生长 每一枚硬币 都能生出更多的小硬币 这就是复理的力量 它是金融世界中 最神奇的现象之一 爱因斯坦 甚至称它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现在 让我们来看一个 简单的数学游戏 假设你每天存入一元钱 年利率是5% 那么在一年的末尾 你不仅仅会有365元 而是会有更多 因为你存入的每一元钱 都在为你赚取利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小小的额外收益 开始累积 它们也开始为你赚取利息 这就是所谓的力管力 如果你持续这样做 不仅仅是一年 而是十年 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 那么你最初那些 微不足道的零钱 会变成一座小山 甚至可能是一座金山 这就是零钱鬼雪球的奇迹 但是 这个故事也有一个警示 耐心和纪律是关键 如果你在积累了一些零钱后 就急于去花掉它们 那么你就永远也看不到 那个满满的玻璃瓶 更不用说 鬼雪球的奇迹了 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 每天存一点钱 没什么大不了的时候 记得这个故事 想想 那个 慢慢变满的玻璃瓶 以及那些默默无闻 但不断增长的硬币 最后 记住 无论是巨沙城塔 还是零钱鬼雪球 关键在于开始行动 并且持之以恒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只要你开始了 即使是最小的一步 也可能是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第一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信用卡的双刃剑 智慧使用的艺术 各位听众 学生 网友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小塑料片 信用卡 信用卡 这个被称为塑料金融的奇迹 它既是一把开启消费天堂的钥匙 也是一把能让你瞬间滴入负债地狱的双刃剑 那么 如何挥舞这把剑 不仅不割伤自己 还能让它成为我们智慧理财的利器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信用卡的双刃剑 智慧使用的艺术 首先 信用卡的好处显而易现 它让我们能构先消费后付款 享受到一定的资金周转空间 此外 许多信用卡还提供了积分奖励 现金回馈 旅行保险等福利 甚至有的 还能让你在机场 贵宾室里小气一番 感觉自己瞬间高大上了不少 然而 信用卡的诱惑也是巨大的 它就像是一个甜言蜜语的魔鬼 总是在你耳边低语 来吧 刷我吧 你想要的一切我都能给你 于是 不少人在这诱惑下 开始了他们的刷卡之旅 结果往往是消费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 最终陷入了债务的泥潭 那么 智慧使用信用卡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 设定消费预算是基本功 在享受信用卡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经济能力 记住 信用卡上的额度不是你的钱 而是银行暂时借给你的 最终还是要还的 其次 要充分利用信用卡的优惠 比如说 选择那些回馈率高的卡片 并在特定的消费类别上使用 比如加油 超市购物等 但切记 这不是无节制消费的借口 而是在你原本就需要消费的基础上 选择更为合理的支付方式 再者 要避免透支和质纳金 这就像是信用卡的隐形利刃 一不小心就会割伤自己 要做到这一点 最好的方法就是设置自动还款 确保每月的账单都能按时全额支付 最后 要有意识地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 信用卡的使用习惯会 影响你的信用评分 而这个评分在你需要贷款购房 购车实至关重要 所以 倾向对待你的名誉 一样对待你的信用卡 总之 信用卡就像是一把手中的剑 挥舞得当 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挥舞不当 则可能自伤 学会这门艺术 让信用卡成为你理财路上的好伙伴 而不是让它成为拖垮你的沉重包袱 记住 智慧使用信用卡 享受生活 同时也要谨慎理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退休筹码堆 搭建未来的乐高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退休筹码堆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退休储蓄 这个话题就像是搭建乐高一样 既需要耐心和策略 又充满了创造力和乐趣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在古代 退休这个概念 其实并不普遍 当时的人们大多数是农民或手工业者 他们的退休计划就是生养子女 希望子女能够在他们老去时提供帮助 这种计划有时候效果不错 但有时候也会因为各种原因 比如战乱 疾病或是子女自身的困难 而泡汤 进入现代社会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和退休金计划的出现 人们开始有了更加稳定的退休筹码堆 这就像是从手工搭建乐高升级到 使用说明书和套装部件 让搭建过程变得更加规范和可预测 但是 就算是在现代社会 搭建一个稳固的退休筹码堆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就像是在搭建一个巨大的乐高城堡 你需要不断地积累各种颜色和形状的积木 有时候还会遇到缺陷或是误大的情况 比如 投资市场的波动 可能会让你的退休积木 一夜之间颜色全变 或者是通胀率的上升 让你的积木看起来缩水了 那么 如何才能搭建一个 稳固又美观的退休乐高城堡呢 首先 你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设计蓝图 也就是一个详细的退休计划 这个计划要考虑到你的收入 开支 投资回报率 预期寿命等等因素 其次 你需要不断地积累积木 也就是定期储蓄和投资 这需要你有良好的财务自律 就像是不断抵抗住 购买新乐高套装的诱惑一样 当然 搭建退休乐高城堡的过程中 也需要有所应变 比如 如果市场不好 你可能需要调整你的投资策略 就像是发现搭建错误时 需要拆掉一部分重新开始一样 同时 你也要准备好应对突发事件 比如健康问题 或家庭变故 这就像是在搭建过程中 突然有小朋友 跑来把你的乐高城堡 踢了一脚 最后 当你成功搭建完你的退休乐高城堡 你就可以享受你的成果了 这时候 你可以坐在城堡里 回顾自己的搭建历程 享受那些精心挑选的积木 带来的色彩和乐趣 当然 这个城堡 这个城堡也需要不断地维护和更新 毕竟退休生活 也是充满变化和新鲜事物的 所以 各位朋友 无论你现在 处于哪个阶段 都不要忘记 为你的退休乐高城堡 添砖加瓦 记住 每一块小小的积木 都可能是你 未来宏伟城堡的一部分 开始搭建吧 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 努力搭建的自己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聊了三个有关金融的故事 零钱滚雪球 幸运卡的双刃剑和退休筹码堆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小额积累 和耐心持久的力量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智慧使用金融工具 在零钱滚雪球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小额积累的奇迹 每天存一点钱 利滚利 最终会变成一座小山 甚至是金山 这告诉我们 无论是积攒财富 还是实现任何目标 关键在于开始行动 并且持之以恒 信用卡的双刃剑故事提醒我们 在享受信用卡带来的便利时要谨慎 智慧使用信用卡的关键是设定消费预算 充分利用优惠 避免透支和质纳金 并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 最后 退休筹码堆的故事告诉我们 退休储蓄就像搭建乐高一样 需要有清晰的计划和长期的储蓄投资 同时也需要适应电话和应对突发事件 总的来说 这些故事都强调了财务自律和耐心持久的重要性 无论是零钱滚雪球 智慧使用信用卡 还是搭建退休筹码堆 都需要我们做出努力和持续的行动 所以 亲爱的观众呢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讨论和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共产党对有关台湾选举的讨论进行了压制 台湾举行选举 全球经济面临什么风险 中国军队反腐败机构被要求审查关键少数权力高层官员 台湾在中国的威胁下举行新领导人选举 台湾选举最新消息 投票结束 开始计票 请大家收看 中国共产党对有关台湾选举的讨论进行了压制 彭博社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承认败选 并向赖清德表示祝贺 根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晚上7点52分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的票已经超过500万 领先第二名侯友宜7个百分点 官方计票尚未结束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限制了关于台湾选举的互联网讨论 表明政府对民主进程的不赞成 一个关于选举的话题标签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成为热门 但搜索台湾选举返回了一则通知 称内容未按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显示 台湾的总统选举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密切关注 因为它与中国的一党制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并在最近几天对其主张发表了强烈言论 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备受关注 因为该岛对全球商业和贸易 特别是半导体行业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侵略行为有所增加 习近平主席表示 北京计划将台湾统一到中国 领先的选举候选人赖清德来自民进党 他因过去支持台独言论而不受中国官员的喜欢 如果赖清德当选 预计中国将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或经济压力 这可能包括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或对这个依赖贸易的岛屿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 去年台湾35%的出口都流向中国 2023年 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805亿美元 台湾制造了全球60%以上的芯片和90%以上的最先进芯片 中国从台湾进口电子元件 组装后在全球出口成品 分析人士认为 除非发生重大升级 如全链封锁 否则中国的行动不太可能从根本上 威胁台湾的自治权或经济增长 中国军队反腐败机构被要求审查 关键少数权力高层官员 南华早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高级指挥官何卫东将军 呼吁加强对权力官员的纪律和监督 以根除军队中的腐败问题 此举是在对军事装备采购进行全面调查之际 也是继上个月 有9名解放军将军被撤销国家最高立法机构 职务之后 何将军强调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军队中保持政治忠诚和对习近平主席的支持方面的必要性 对马来西亚的中国支持项目进行审视 这些项目面临了延迟和争议 南华早报 由于政府变动 资本管制 繁文入节和削减成本等因素 马来西亚的一些中国基础设施项目面临延迟 取消和不确定性 其中一些项目包括森林城市超级项目 马六甲门户港口和特别经济区 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项目 以及万达马来西亚项目 东海岸铁路是唯一一个取得重大进展的项目 预计将于2026年12月完工 尽管面临挑战 中国仍然是马来西亚的重要投资来源 台湾选举 中共军队照常行事 民进党加剧威胁论述 南华早报 在台湾选举前的三个月里 北京方面每天都继续派遣飞机和海军舰艇 向台湾方向前进 但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然而 台北方面指责北京方面干预选举 并加强了对大陆军事威胁的说法 台湾政府还报告称 发现了飞越台湾的气球 将其描述为北京方面的灰色地带攻击和侵犯 中国外交部指责执政的民进党 试图误导居民并制造恐慌 台湾政府回应称 保证公众对抗袭击的准备就绪 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台湾武装部队的图片 北京方面多次警告称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的胜利 将冒险引发冲突 并呼吁选民选择历史的正确一边 金条和茅台9 电视剧聚焦中国的腐败官员 金融时报 中国国家媒体播出了一部四集的系列节目 重点介绍了中国的反腐败运动 其中包括足球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腐败问题 这个节目是中国足球明星们为亚洲杯做准备时必须观看的 其中包括前教练李铁承认操纵比赛 贿赂对手和收受国家队位置的现金 该系列节目还批评了省级官员在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和中央银行高层腐败方面的问题 这个运动是习近平主席自2012年以来 针对数百万官员的反腐败行动的一部分 2023年 香港迎来了3400万名游客 超过了预期 南华早报 去年 香港迎来了3400万名游客 其中12月份的数字达到了疫情前水平的65% 2023年的游客数量已经超过了原先预测的3000万 并达到了2017年和2018年平均记录的55% 过夜游客占去年所有游客的一半 比疫情前的比例更高 平均停留时间为3.6万 比疫情前的时长更长 去年12月 来自菲律宾和泰国的游客到达量 分别达到了疫情前水平的116%和106% 印度计划在12个月内进行12次太空任务 以继续建设历史性的一年 日金亚洲 印度的空间机构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 宣布了2024年繁忙的任务计划 其中包括Garganian 印度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与一名人型机器人进行的试飞 印度成功的火星轨道器任务的续集 以及一次金星轨道器任务 ISRO计划今年至少进行12次任务 并有可能增加更多 印度的空间计划因其成本效益 资源优化和关键部件本土化而获得认可 并激发了该国太空初创企业的兴趣 中国的视频游戏行业会在2024年重拾乐趣吗 南华早报 2023年 中国的视频游戏市场面临着挑战 包括监管变化和主要参与者的离开 字节跳动决定退出游戏市场 而暴雪娱乐结束了与网易的合作关系 中国的视频游戏监管机构还引入了一项旨在遏制玩家在游戏中过度消费的草案规定变更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到2023年底 中国的游戏玩家总数达到了6.68亿人 游戏支出达到了3030亿元人民币420亿美元 中国游戏工作室越来越被期望在他们的游戏中传达中国的社会价值观 同时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游戏成瘾的影响 由于公司寻求降低成本 该行业在过去一年中面临了裁员和关闭的情况 然而分析师预计 中国工作室将继续推出成功的游戏 重点是生产高品质的游戏并扩展海外市场 在后疫情恢复期间 中国游戏市场也面临着国内消费疲软的阻力 中国的游戏行业监管环境对于游戏行业来说仍然不确定 所有在线视频游戏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获得许可 并且玩家需要进行实名注册 国家新闻出版署提出的限制游戏内物品过度消费的规定变更 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 然而 北京表示希望行业健康发展 并且该监管机构在2023年12月批准了105个新的视频游戏许可证 是17个月以来最多的 预计中国游戏开发者将利用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来创造创新的游戏体验 在游戏开发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帮助降低成本 但也有可能消除行业中的初级岗位 总体而言 中国游戏市场正处于整合和重新调整的阶段 重点是生产符合中国价值观的优质游戏 并扩展海外市场 结束了5年的猜测 亚新达、阿德恩结婚了 纽约时报 新西兰前总理亚新达、阿德恩终于与未婚夫克拉克、盖福德洗劫连礼 这对夫妇在经历了5年多的媒体猜测后 发布了正式的婚礼照片 他们已经在一起10年 并育有一个5岁的女儿 婚礼在新西兰霍克斯湾的Craigrange葡萄园举行 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和全国限制 之前的婚礼计划被取消 阿德恩在1月份宣布辞去总理职务 没有透露未来的职业计划 但承诺盖福德他们终将结婚 中国男子因在新加坡航班上盗窃乘客现金而被判入狱 南华早报 一名中国公民在新加坡被判入狱8个月 因被判犯有从越南飞往新加坡的Scoot航班上 偷窃三名乘客的钱财罪 张秀强对一项盗窃罪认罪 另外两项罪名被考虑在内 法官表示 这些犯罪行为容易实施但难以察觉 卫星的闪光在夜空中变得越来越明显 日经亚洲 越来越多的低轨道卫星用于高速通信 引发了人们对其对天文观测的干扰的担忧 这些卫星在黎明和黄昏的目光中 在地球阴影之外发出明亮的光芒 经常遮挡星光 SpaceX OneWeb和亚马逊是领导大型星座业务的公司 其中SpaceX计划发射4万2千颗卫星 而一家中国公司计划发射1万3千颗 如果目前计划中的6万5千颗卫星全部进入轨道 它们将占据日本 韩国和中国部分地区黄昏时天空中约10%的发光物体 从预测未来到改善性生活 CES2024上的4款独特人工智能产品 日今亚洲 2024年的消费电子展 CES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公司的各种人工智能产品和概念 荷兰初创公司Focus 展示了其基于全球专利数据预测重大技术突破的人工智能模型 该公司利用专利频率更新 引用率和其他指标来预测趋势和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 它预测固态电池在其他电动汽车电池技术进入市场之前不会成功 香港初创公司Hairco Sys在CES上推出了一款智能梳子 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头发和头皮健康 以便检测头发脱落的早期迹象 该梳子内置摄像头 可以拍摄头皮和头发的照片 连接的应用程序可以实时分析它们的状态 位于马萨州赛州剑桥的初创公司 Kapella展示了一种能够以95%的准确率 解读婴儿哭声的人工智能 该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在大量婴儿哭声数据集上 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来确定婴儿是饥饿 疲倦还是不舒服 总部位于中国的性玩具制造商Svacom 推出了一款利用人工智能与视频内容同步移动的设备 参议员乔恩 特斯特要求美国禁止中国购买土地的要求得到续签 南华早报 蒙大拿州参议员乔恩 特斯特呼吁国会阻止外国对手购买美国农田和农业企业 此前有报道称 中国亿万富翁陈天桥是美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 特斯特已要求农业部长汤姆 维尔萨克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审查陈天桥的购买 并提出加强对外国买家大规模土地销售的追踪和审查的建议 特斯特去年联合提出了一项法案 禁止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以往的实体购买美国农业土地或企业 但该法案在最终版本中被众议院共和党人剥夺了 中国高级特使与布林肯在台湾选举前在华盛顿会面 南华早报 中国共产党高级特使刘建超在华盛顿国务院与美国高级官员会面 旨在恢复对话并稳定两国关系 此次会晤正值台湾选民选举下一任领导人和政府之际 美国不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 但与其保持非正式联系 此次会晤也是中美两国寻求改善关系和稳定纽带的一部分 尽管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紧张局势 但自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于去年11月会晤以来 两国之间的沟通有所改善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这周的新闻内容涵盖了多个领域 从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压制到中国游戏行业的发展 以及一些有趣的科技创新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首先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选举的讨论进行了压制 限制了互联网上的讨论内容 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对民主进程的不赞成 台湾选举备受关注 因为它与中国的一党制形成鲜明对比 如果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 预计中国将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或经济压力 这对台湾的商业和贸易 特别是半导体行业 都有着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 中国军队反腐败机构 被要求审查关键少数权力高层官员 这表明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消除军队内的腐败问题 这是对军事装备采购进行全面调查之后的进一步行动 也是习近平主席加强纪律和监督的努力的一部分 在马来西亚 一些中国基础设施项目面临了延迟和争议 这些项目受到政府变动 资本管制和成本削减等因素的影响 然而 中国仍然是马来西亚的重要投资来源 在香港 去年迎来了3400万名游客 超过了预期 尽管面临疫情影响 游客数量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这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香港的旅游和经济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还有一些有趣的新闻 如亚新达 阿德恩的婚礼和中国男子 在新加坡航班上盗窃乘客现金被判入狱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轻松和有趣的内容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动态 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科技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读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思考 现在 我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对 对